-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90分鐘耐久第二站 GTSGRS在京都山際的 Top5 第五名 在第六圈的時候 一開始就被渡邊超車的藤人 重新追上了渡邊 現在來到這個下坡區域 接下來是幾個S型的彎道 渡邊這個草會不會吃的有點多 差一點要被藤人從後面超過 把渡邊穩住了它的前面位置 來到這個非常大的圓弧彎 渡邊沒有跑到那麼內線 路線有點開 不過有點距離沒有被超過 這個是全部裡面速度最快的下坡連續彎 是非常危險的區段 這一圈即將要結束 最後一個彎 兩台車都用非常快的速度通過 渡邊出彎稍微吃了一點草在大直線 但是藤人有吃到尾流嗎 感覺有吃到但是 應該沒有辦法來得及在這個彎槽車 黏到非常的近了 遡源 庭圓持續跟在渡邊後面沒有任何動作 是在等渡邊失誤嗎 這個八下彎庭圓進了內線 併排 兩台車並排出彎 稍微推擠了一下 没有人失控 渡边再次回到前面的位置 藤原持续紧咬着渡边 跟得很紧呢 还闪灯 不断的闪灯 企图干扰渡边 来到这个 大大的圆湖湾 渡边速度似乎有点快 吃草了吃草了 磨到墙吃草了 这位同仁这样超过 第四名 在第十八圈的时候 大德追上了我 我们准备要进入 最急的这个法夹湾 我守着内线 防御他 车尾被God顶了一下 没有被超车 勉强要守住 我开的赛车是NSX God是蓝宝尖尼的Huroken 过了那个连续弯 God紧紧的跟在我后面 细胞尾流 我选择了一个中间的路线 God因为被我吓了一跳 自己往外开 所以又落后了一些 距离再次拉开 不过接下来的这一段 NSX跟Huroken的速度会差非常多 在结束的地方 很有可能马上再被赶上 距离似乎没有明显的拉近 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30分钟 我的轮胎 目前正在痛苦当中 至少我的策略是用软胎撑30分钟 似乎有点抓得太久了 God再次咬到我的车尾 前面的法夹湾可能会下手吗 没有下手 没有下手 两台车都走了一般的路线 感觉我度日的动作好像有点多 线没有跑得漂亮 看这个下摩的蛇形也是 一口气被拉近距离 嘎得从我旁边 病行了 病行了 超过去了 直线一口气超过去了 我马上站了内线 可是没有办法摆回 我努力要跟上 最后一弯 嘎得有点跑开 速度慢了下来 被我咬住屁股 吸上尾流 第一个弯从内线 哪有不自己进去 在转弯前没有进去 辆车非常接近 还是没有发生碰撞 接下来的下手点就是 这个法夹湾 距离不够近 没有办法下手 乖乖地跟在后面过弯 第三次来到这里 最不擅长的驱断 嘎得吃到吵了 滑了滑了 右摆左摆 转了一圈 车子回到了正面 不过已经从缠斗中脱离 非常可惜啊 以这样的情况结束 第三名 第三名是在第二圈的时候 个人的第五名 追上第四名的翔哥 这座前面其实也还没有跑得太开 但是都各保持了一点距离在 翔哥 尬的都是开 蓝宝间里的 尬的跟翔哥 屁股跟得非常的近 感觉尬的就像是 到处找机会进攻 但是都没有成功 车子跑了并不是非常稳 可是还是很快 紧紧紧黏着翔哥 接下来这一段 南跑的S1 关键 翔哥车尾稍微滑了一下 出彎速度 GOT的胜利 进入右边并行超车成功 一个漂亮的出彎超车 换告的在前面 翔哥反攻 一样的车 差不多的技术 最高速的连续S1 翔哥的路线稍微好了一点 车速比较快 最后一个弯 翔哥从内线进攻进去了 GOT的路线跑开 位置再次还给翔哥 不 两台并行出彎 谁在前面 GOT还是在前面 翔哥立刻吸了尾流 在第一个弯的时候 进入内线 反超成功 再回到第四名 还是距离完全没有拉开 有的车一起来到这个法甲湾 GOT选择了内线 但好像没有机会 所以再次回到外面 却不小心顶到翔哥 把翔哥顶到草地上 翔哥很快的振作起来回到跑道 花了一圈半的时间 翔哥再次回到了GOT的身后 重新发起进攻 两车快速通过了 终点线 进入第六圈 GOT这个路线有点开掉 没有碰到Apex 翔哥的机会来了 马上就要来到我刚刚出世的那个法甲湾了 翔哥选择贴着外线走 GOT的手指一般的路线 非常紧急地挡住翔哥 煞车 翔哥煞不住 不小心顶着GOT的屁股一下 自己速度慢下来 没有把GOT顶出去 免于被扣分 GOT还是跑出了前面的位置 第二名 第十圈的时候 杜鞭正在第四名出现一个 准备要抢第三名 在保住第四名的中间位置当夹心饼干 看前面的GOT同步湿了一点雾 被翔哥逮到机会 从内线过 杜鞭马上让他交换线之后 再次回到前面 全场唯一的前驱车 翔哥在最后一晚 从内线进攻 渡边跑了一个超超超去大外线 气球再次用交换路线的方式 可是不小心碰到翔哥的屁股 只好继续跟在后面 大直线使用尾流超车是有机会的 第一个弯 渡边进到了内线 但是太慢刹车 这次换翔哥一个交换 再次回到前方 第一个连续弯 渡边似乎想要做点什么 但在这里要做点什么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接下来的法夹弯应该也没有机会可以过 两台车同样的路线 除了法夹弯 距离还是不变 维持这样超近的距离冲向 接下来那个下部A4弯道 翔哥吃了一点草慢的下来 渡边速度太快无处可躲 主要往前吸挂了路线前进 翔哥勉强把车单回来封锁渡边的逃进路线 被渡边顶个正着 虽然逃过失控 但是还是出了赛道 被渡边拿回前面的位置 两台车都有稍微损失一点 可是 并没有损失的太过惨重 翔哥也没有被甩开太多 回到最高速的这一段S型弯道 这一段S型弯道 翔哥几乎已经要赶上渡边了 最后一个弯已经连到渡边的屁股了 两台车一出完 吃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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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台都吃草了 渡边控制住 但是翔哥就转圈圈了 滑出赛道 落到第五名 紧追而来的是 第六名的God 一早的速度有可能在 第一个弯之前就超过 超过了 在第一个弯之前 God就取得了 翔哥前面的位置 刚好被翔哥紧要着 又是他们两个 这样两个人每一次都做好了 这个法夹弯 这次God 有比较小心一点的感觉 没有再顶到翔哥的屁股 瞄准的是出弯吗 接下来这一段 没能并行 一起通过了 S1区域 再一个尾流 如何如何 还是没有能并行 洗的尾流 越来越近 这边如果能够在 到达转弯之前 没有机会通过 紧黏着冲下下坡 最后一个弯 杠得稍微跑开一点 距离没有刚刚进了 有点可惜啊 保持刚刚的距离 这个大直线是有机会的 通过地外有人失误 送到旁边去 好像越来越常看到我的身影了 应该再过不久 就会追上去 好 我速度慢了下来 刚刚那个法杰湾似乎有失误 一口气被两台过 落到第六名 换告的夹在中间 通过下坡车的S1区域 进入三台车 混战的状况 翔哥选择了内线杠的车速比较快 几乎要运行成功 运行成功了 一起进入这个弯 外线的杠德跟内线的翔哥 最后还是内线站的优势 翔哥从再前面出弯 只要我跑的是标准线 跟他们连得紧紧的 紧接着马上就是最高速的 连续下部S1 谁压到草谁倒霉 翔哥企图从外侧 轻轻碰了一下 没有超车 回到大支线 还是差不多的状态 翔哥从第一个弯的内线 一口气进攻 马上挡住了Gard的前进路线 超车成功 没有碰到干净的超车 回到第四名的位置 出发夹弯 Gard的速线有一点点偏掉 速度慢了下来 我从外侧 超了过去 紧接着马上就是 最难转的地方 我挡在Gard的前面 Gard击了 Gard拧到槽了 Gard再一次在这边打滑 上一次跟我的产兜 也是在这边打滑 这也算是另外一个香蕉皮魔咒了吧 现在是第一名 起跑圈的时候 起跑圈果然就是特别精彩 社长现在是第九 第九个起跑了 前面是第八是熊吉 第十是圣修 熊吉一关社长都是 保时杰 特休是法拉利 特休是法拉利 目前大家都还算开 期待他们三个就 非常的相近 甚至是 甚至是 伤修器徒从社长的 右侧 进攻 没有成功 压着草出弯 但是 没失控 社长持续进攻熊吉 跟后面的距离 跟后面的距离 稍微有点拉开了 这一次是保时杰之间的对决 对啊 踩过几个弯 后面三台马上跟上 这个集团已经到达了五台 经过几个弯受长松口 还被圣修咬着 敌国外圣修打算进攻内线 侧场关门关的漂亮 挡住了圣修的屈辱 圣修晃了一下 还稀有下注 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故 第一个S弯 圣修黏得非常紧 在出弯的时候 秒钟外线 并行 进入法家弯 可是是外线 没有办法抄 社长保住了前面的位置 社长再一次要从这里的外线 能够达到并行吗 能够达到并行吗 还没 还是被社长挡了下来 又一次 又一次 并行成功 这个大的圆弧万世修 以超快的速度 一口气赶过了社长 Anex跟在后面 可是他失误吃到草了 很可惜啊 有机会可以连续过的 圣修才刚超过社长没多久 马上瞄准了熊吉 非常快的速度逼近 回到大支县 圣修已经咬住熊吉的尾巴 熊吉的尾巴那么短 还是被咬到了 第一个弯圣修顺利从内线进攻 两台车并排 熊吉切态里面跟圣修碰了一下 两台车都没有失控 圣修顺利超车成功 上神岛第七名 而社长赶了上来 还是这三台模式 不会以圣修的速度很快 就会离开他们了 现在换社长 进攻熊吉 每个人真的第八名 熊吉车上那个人物 不知道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蛮好笑的 在转弯前最后一刻攻击内线 两台车并排过这个大人弯 居然是熊吉拿到前面的位置 蛮令人压抑的 跟上一次看到这个弯的状况 不太一样 社长过了下坡区段 黏得非常的紧 熊吉开了大门 又关了起来 没让社长逮到机会 进入第四圈了 这个集团还是持续的存在着 即将进入 第一个S弯道 社长更那么紧 难道是要进攻吗 路完全被封死 没有办法进攻 前面圣修的失误 阻止了社长的超车机会 但过了圣修之后 社长马上进入内线 成功的超越熊吉 非常快的决断 社长上升到第七名 可是后面 高速的圣修又要重新超车 熊吉稍微滑了一下吃了点草 不知道圣修是不是有挺到他 除了连续弯熊吉 跟社长达成并行 夺取第七名的位置 而且在进弯前 就有进弯一根超车 这时候Alex又夺取了圣修的位置 从内线 圣修再掉一位 Alex上升到第九 前来瞄准着社长的车尾 到高速下锅底 Alex从一个大外线进攻 结果内线被圣修锁定 并行过弯 圣修超过了吗 出完还是Alex快 明次不变 Alex瞄准了内线进攻第一个弯 社长自己开出去了 Alex也太慢刹车整个速度慢下来 被圣修逮到机会 但圣修还是没有过程 怎么会这样呢 Alex的车上跟我一样有阿斯娜 加油阿斯娜 后面的阿仲就这样目睹一切了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第五拳 五台已经剩下三台到四台 希望阿仲能够追上来 加入集团 Alex稍微滑了一下 圣修逮住机会自己吃少 也滑了一下 后面有人撞到了 差强撞出火花 可是距离太远了 看不出是谁 这个僵持距离持续了两圈 来到第七圈 第1个S1区域 Alex终于赶上了熊吉 熊吉现在应该算是这个集团的头头吧 可是 后面已经越跑越开了 这次Alex阿 蝉蝶蝶蝶蝶蝶很久耶 感觉变强不少 Alex这个出弯速度比较快 跟熊吉变形 赶过熊吉了 顺利长车上升到第七名 第七名已经接近一半的位置了 熊吉不可能就这样子放过他 熊吉不可能就这样子放过他 马上准备开始反攻 通过下波去熊吉看起来有机会 可惜没有赶上路弯 Alex跑了一个开了门的路线 熊吉并行成功 进入大支线 速度上还是输掉 不过第一个弯有机会 熊吉瞄准了第一个弯 一口气插进去 两栏车并排超过 啊Alex失控了 没事就回来 稍微滑一下而已 蛋机连针又踩到草 这下速度慢下来了 要被圣修过了 圣修紧追在后啊 把甲腕圣修进入内线 顺利超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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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Alex这一连串的失误 结果发表 经过判罚扣分之后 本站的第一名是 藤人勋 第二名 Weasley 第三名 杜鞭 第四名 小翔翔 第五名 苗小千 第六名 社长 第七名 God 第八名 J 第九名 熊吉 第十名 阿仲 第十一名 阿虎 第十三名 Alex 到目前为止 个人总分的部分 第一名 藤人勋 33分 第二名 小翔翔 24分 第三名 喵小千 18.5分 第四名 Weasley 15分 第五名 杜鞭 13.75分 第六名 盛修 11分 第七名 阿虹 11分 第八名 社长 8.25分 第九名 Alex 8分 第十名 God 7分 5分 第十一名 雄吉 7分 第十二名 J 6.5分 第十三名 阿仲 6分 再来是车队的部分 第一名 目前由干化军团拿下 33.75分 第二名 秋名山的幽灵 25分 第三名 GAP 12.5分 第四名 断线部队 11分 第五名 Alex 8分 第六名 God 7.5分 第七名 不要插队 7分 第八名 J6.5分 第九名 洞洞熊 6.5分 以上就是我們BRB90分 麥酒 第二站 TOP5 如果有興趣參賽 可以到影片下方說明欄 觀看參賽的說明影片哦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忙按著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